明年起兌換發票免跑郵局 1.3萬個據點可領獻 恭喜發票中獎囉 明年開始 中獎的幸運兒 不必跑到郵局才能隊長 現在擴大隊長通路 增加到一萬兩千968處據點 在便利超商也能搞定 財政部提出的業務報告指出 統一發票將在明年起 正式推出官方版的隊長APP 隊長服務也涵蓋連鎖商店 基層金融機構等單位 可增開隊長發票的據點 有四大超商 包括小七 全家 萊爾富 和OK便利商店等 還有美聯社和全聯都加入囉 只是超商有三個條件 首先是他們只開放 一千元以下的金額對領 第二是深夜11點 到隔天早上9點 這段時間不開放領獎 最後是中獎的發票 只能兌換超商架上的商品 正部開放對領獻金 民眾要注意囉